昨天是端午节 新北市府在昨天下午举办了一场千人击鼓的活动 挑战同时间敲打特制鼓的金氏世界纪录 参赛者部分年龄全都卯足了权力 而最后认证人数是1235人 成功写下了另外一个世界纪录 跟着节奏敲击特制的环保加油鼓 为了庆祝端午节 上千位民众齐聚新北市新装体育馆挑战世界纪录 尽管打的是特制鼓只要一个闪失 资格还是可能丧失 为了成功创造记录 参赛者都卯足全力战战兢兢 从最小四岁到最老的八十六岁 大家不分年龄 靠着童心协力 最后认证人数为1235人 成功写下金氏世界纪录 也让台湾再次留名 请不吝点赞订阅